Vento 装到随身硬碟中 首先你要下载它的 ISO 或者是 Windows 版本 Linux 版本都可以自己选择 那这边示范 Linux 跟 ISO 的做法 你点选下载之后,它会跳到这样子的画面 那你 Linux 点选这一个 点选完之后把它下载解压缩 Windows 也一样下载完解压缩 里面就有执行的应用程式 ISO 是可以开机的 可以开机的来直接安装 比较常用,我们可能会选Windows 或者是 Linux 版本 在 Linux 解压缩完大概是这样 你会找到一个 x86 64 这个档 是我们平常 X86 PC 会用的 当然有其他的,如果你还是 i386 或者其他的机器 你再找适合的 那我们点选自行 好,这样子它会马上找到你的随身硬点 它不会 不会执行 格式化你的本机 所以不用太担心 那你想安装到本机,你要另外处理了 好,那如果你已经安装过了,你可以选择升级 如果它有新的版本 没有,我重新安装 它说会格式化掉,是 确定 好,这样子就装完了 装完你可以把它关掉 重新插拔一下 水深硬点 水深硬点 好,插拔完你再进来 它就会自动找到一个 VENTO 的资料夹 但是 不只是这样 那我们要做的动作是,我们来看一下它做了哪些动作 好,在我们的水深硬点里面,它大概 你看 它有它的本机系统,它是装在 SDB2 然后它也帮你做了一个 主要 执行的硬点 它是可以开机的 好,它也记得 这一个应该是ESP开机用的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动作 把它写载 如果你要使用 VHD 的 档案来开机的时候 这边不可以是ESFAT 那建议你把它 格式化为 NTFS 好,建议你把格式化为NTFS 格式化 其它不动 关闭 好,这样你就有一个 100多G的NTFS的空间 可以放你的 系统 或者是ISO 好,这样做完 就我们就完成我们的 VENTOR的 准备工作 那接下来我们示范的是 用 按 ISO来做 那我们这边是ISO 我们建一个虚拟机 那系统你随便选没关系 存放装置硬碟不用给它 那你就要把ISO挂上来 ISO挂上来 那我现在把USB一样挂上来 确定 好,开机 好,它就开机了 那我们直接按Enter进去 好,它就开机了 就是帮你把 你的 如果你要用VHDS一样 你要注意一下 建议你的 第一个分割需要是 NTFS格式 那我们要按安装 好,做法 几乎画面是一样 它一样会帮你做格式化 格式化完就已经装完了 好,这样就关闭 然后系统就结束了 它又重来了 好,那我们就把机器关掉 好,我们再来检查一次 如果是用ISO这样装的时候 它有没有帮你 格式化为NTFS 我们再来检查一下我们的 试点 你看它又把它格式化为 好,在Linux底下它常会把它格式化为 依XFAT的状况来执行 所以这边请你注意 好,如果它做完你就要请你要调整一下 那调整工具用G-Party以外 我们也可以用Disk这个程式 好,Disk这个程式 我们点这个 这个停止 好,这边有格式化 分割区 好,下一步 这边是NTFS 好,这边 看到NTFS 下一个 它会损失哦 那就确定 好,这样你就已经 做好一个 Mentos的 SSD的 水深硬碟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ISO档和VHDS档放进去 好,放进去让它来帮你开机 当然要执行VHDS的话 除了把档案放进去以外你还要做一些设定 这后面再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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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